你怎麼打我?你瘋了嗎? 大姐, 自從我教進來掌監之後 我每天就要看你的臉色做人 你是大壞男, 你喜歡張紅色 我就什麼色我都不敢 你不叫我開聲說話 我就連吐氣我都不敢 老公, 你不起飯吃飯, 我就不敢吃 你站在後面, 我就在前面, 我就不敢站 不要告訴你, 我不再尊重你, 我不怕你 三妹, 開港也說了, 老來同子 我只有一個兒子 我一天想夜想為兒子, 有什麼不對 三妹, 你也是作為娘, 你不是這樣嗎? 我是大姐 說到毒, 我真的不夠你毒 扭辱任我也不夠你扭 但你別忘了, 我以前是閒標的 都口上找飯吃 如果誰再敢搞我兒子的話 老公, 我不僅打他, 殺了他我也敢 你也要好好地幫我記住 親家婆婆, 你幾時動手, 最重要是遇上我 必勝, 婆婆她一向都臨臥臥臥 她為了你可以這麼有勇氣 大家都這麼幫我們, 別擔心 二公, 你不是長必笨嗎? 你是長必笨 大媽, 我以後都不會令我娘和我四媽失望 四媽覺得我何時可以拿著這串大鑰匙 我就義無反顧揹起這個責任 你回去跟大哥說, 叫我以後死就小心 你們兩個說完了沒有? 說完就繼續出去 別妨礙我吃飯 娘, 我出去 前進 打我? 打我? 打我, 打我… 打我… 莉莉, 我去望江流幫你買了乳鑿 你拿回去慢慢吃 我怕你被人知道, 你還留在蒙石 我出來休息一下行不行? 我天天躺在你的房間, 我就是瘋子 我就是悶死了 你這個畜生早就應該死了 你別亂來, 殺人要填命 我真的做夢想殺了你這個畜生 我是看錯四奶奶在墳上才留你一條狗的命 但是你欣賞十步 我再打了, 走開 別打… 不行, 四奶奶, 你心裡一早就開了 去了葉劉河就封到了 打, 但你開完她一次又一次 四奶奶是不是欠了你? 不行, 上次你和海藏人通鑑 一早就被白鷹整條用場地拿去遊街 你別打了, 你自打我無辜的 你這個老而筆也應該抵打 你幹什麼都只會想你自己 這個畜生是你教出來的 她做錯什麼, 你都是要幫她 你無疑無倫就當作她是你兒女 你幹什麼都會為你自己 但是四奶奶做的錯誤也不會為她自己 她只會想去為人 我警告你, 別再打算害死婆婆 我沒有死婆婆那麼善, 我什麼都做得出來 我沒有… 走, 走, 走… 走 什麼?走快點 走快點, 幫我, 同學 走 長官, 求求你放過我們吧 是, 長官, 求求你吧 我們當你沒飯開 才出來偷兩個饅頭 求求你放過我們吧 閉嘴, 我幫你幾個 拖眼頭不用斬頭 打二十八就放你出來吧 不是, 長官 還說 不是, 求求你吧, 長官 大長官 你有沒有看到這是什麼? 是老百姓這兩天來報案的公民 吼得一本帳簿 你怎麼做副統領的? 廢柴 詩碎說過 他說最重要是無石的治安 大統領, 你有眼睛看的 店舖也沒開, 沒工開, 沒飯吃 只不如出來偷東西搶東西 我只有幾百個人而已 我怎麼捉到這麼多賊? 我不想聽解釋 不管你們秦來秦天亮也好 捉幾個人回來斬頭示眾 殺一警百也好 從明天開始 我絕對不用許多過十個人來報官 大統領, 我們團練第一個月的工錢 都沒給他們出財 他們根本一點事都沒有 我剛剛才想跟你說 你這個廢柴答應了 籌八萬兩經費給我的 籌來籌去, 現在籌了二萬兩 還有六萬兩 你究竟什麼時候才籌給我? 岑老闆他們說… 別跟我說困難, 我不想聽解釋 總之無論如何, 替我裝託他 九哥, 怎麼這麼晚才回來? 一天都是那四婆婆 我這次真是被那四婆婆害死我 那四婆婆怎麼會害你? 我早就說不做什麼事, 副統領的 我和那些兄弟落南通 有粥, 吃粥, 有飯, 吃飯多好 大哥四婆婆偏偏跟我說 他說柴九哥, 現在彭亨做了大統領 如果連你這個副統領也不做 無疑的老百姓怎麼算好? 那是不是彭亨比起你仇? 那個岑老闆, 我已經拿去乾了 才籌到二萬兩 全部都放了彭亨的袋子 他們青幫弟子, 事不需要怎麼做 人工出得足 但我們沙家幫的手足多慘 捉賊捉得氣喀 但人工出得三成都不夠 通街都是賊 你說捉得這個好還是捉那個好? 有, 彭亨那個賤人虧他說得出來 他說不容許每天多個十個人報官 柴九哥, 你不是說過嗎? 人生有多少個十年才能? 應該甚麼都試試 你打工也試過, 做老闆也試過 現在連官差也做了 你不是甚麼都試運 對, 總之被那個四奶奶害死了 你別罵神罵鬼了 讓我夾一塊臘田樹給你吃 我特地弄好讓你回來的 整天漏漏場, 最開心就是這個時候 吃一塊臘田樹, 吃兩杯 那我用不著把酒作業給你送臘田樹? 也好 好, 齊九哥, 舌妮奶說想請你 看公樓吃飯 什麼時候? 現在 真相由你揭衷 想看台慶劇 《幻命真相》的精彩片段 快點訂閱TVBUSA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鐘